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年轻人顺利打开门锁 闯进一栋奢华的别墅 动手之前 埃里克斯严肃提醒伙伴 别拿现金 偷盗总价值不能超过一万 洛奇直接跑进衣帽间 把所有高跟鞋收入囊中 又换上女主人的衣服 躺在床上享受片刻的幸福 摩尼是个举止粗鲁的男孩 在大厅像小狗一样留下了痕迹 临走时 埃里克斯故意打碎门上的玻璃 伪装成破门而入的样子 只要有几个这样的家庭 洛奇和摩尔就要离开这里 去加利福尼亚开始新生活 喜欢洛奇的埃里克斯听说女孩要走 心里不由的一阵失落 他还有父亲在安保公司工作 不能和他们一起离开 回到家后 埃里克斯把钥匙放回爸爸的柜子 看来他们就是靠着埃里克斯父亲工作之便打开门呢 最后一单生意比想象中来得快 摩尼第二天就约出两个好友 他昨晚从黑市得到消息 布埃纳维斯塔街的1837号房子里 住着独居的退伍老兵 他女儿几年前被风二代撞死 得到了一笔巨额和解金 大概有30万美金 而这栋房子的安保系统正是出自埃里克斯父亲公司 事情已经很明了 可是埃里克斯不愿意参与 他的原则就是不偷现金 超过一万元就属于盗窃罪 以前都是小偷小摸 这次如果被抓 起码要做10年老 所以他果断拒绝了模拟 可是埃里克斯刚到家就收到洛奇的信息 女孩离开这里的心情非常急切 请求她帮帮自己 洛奇之所以想要逃离这里 完全归故于她的垃圾母亲 她还有个年幼的妹妹 姐妹俩相依为命 洛奇早就想带着妹妹离开 这次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本以为计划落空了 没想到收到了埃里克斯的回信 男孩答应了她的请求 陈前的埃里克斯绝对没有想到 他们的代价不止进监狱那么简单 经过几天的踩点 模拟已经确认过 老兵附近起码四个街区都没人住 也就意味着警察也不会闲着没事到这里巡逻 看起来似乎很好下手 三人把车停在街边等候时机 一只大狗跟人坐上来大叫 他们正不知所措时 猎犬被一声口哨叫走 模拟认出吹口哨的人正是老兵 不过对方根本没注意到他们 他拿着根导盲杖摸索前进 分明就是个盲人 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年盲人 这单生意仿佛简单的过分 三人凌晨两点开始行动 巫人的街区异常冷清 只有老兵家传出的犬飞声 他们扔出掺了安眠药的肉肠 等大狗睡着后 悄悄靠近门口 老头没给安保公司留备用钥匙 埃里克斯拿出父亲那里偷来的遥控器 试着解除情报 可是即便如此 还是打不开门 院子里有个地窖 摩尔试了一下 门山在下面反锁上了 现在唯一的入口 只有楼上的小窗子 警报响起前有30秒的时间 他们冒险打碎玻璃 瘦小的洛琪独自钻进去 房子里无比漆黑 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 女孩穿过走廊 及时用遥控器关闭了警报 外面的埃里克斯一脸担忧 摩尼看出她的心思 警告她不要觊觎自己的女友 这时洛琪悄悄打开门 把两个男孩放了进去 三人分开寻找保险箱 厨房里挂满了各种工具 通往地下室的门上着锁 摩尼捏手捏脚的走上二楼 电视正在播放录像 画面里是一个几岁的小女孩 正在和摄影师聊天 她偷偷把迷药倒进水瓶 不料一抬头 老兵就坐在电视旁边 好在对方根本看不见 只是起身关掉电视机 摩尼在瓶子上戳了个洞 捂着鼻子溜了出去 她找到了两个同伴 告诉他们老头已经晕过去了 两人正站在地下室门口 门上的锁头太大 平满力根本打不开 摩尼掏出威力更大的武器 准备击破门锁 埃里克斯没想到 同伴带了这种东西 她本来就不想参与 现在带武器盗窃罪行 只会更重 不仅如此 受害者射杀他们 将属于正当防卫 埃里克斯拉住洛奇就要离开 女孩挣脱她 意思已经很明确 摩尼什么都不在乎 直接对手捉着射击 萧音的水瓶里冒出一股浓烟 埃里克斯不愿再继续参与 拿走自己的鞋离开了 不料摩尼刚刚打开房门 老兵突然出现 朝着他们的方向 质问是谁 洛奇一直没敢出声 摩尼解释自己醉酒 无意间闯进来 可是老人踩到地上的门栓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男孩把枪口对准对方 威胁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老兵举着双手缓缓靠近 摩尼紧张地向上开了一枪 没想到老兵一把按住他的双手 把他抵在墙上 男孩语气软了下来 苦苦哀求对方放了自己 老人问他有没有同伙 摩尼瞟了一眼女孩 撒谎说只有自己一个人 在他以为老人要放着自己时 对方竟然直接抱了他的头 洛奇紧紧捂住嘴巴不敢出声 缓过神赶紧躲进隔壁衣柜 还没走多远的埃里克斯 被枪声吓了一跳 因为担心女孩的安危 再次溜了进来 刚到走廊 迎面遇到匆匆过来的老兵 他赶紧贴紧墙面 老兵擦身而过 没有察觉 埃里克斯偷偷跟在后面 只见老人喘着粗气 堵住了所有的出口 老兵转身回了杀害摩尼的房间 洛奇正要爬出去 看见他过来赶紧躲回衣柜 没想到 老兵正是来检查 藏在衣柜中的保险箱 女孩意外看见了密码 埃里克斯找到女孩后 想直接报警 洛奇没说话 起身打开保险柜 把钱全塞进了包里 这些钱远远不止30万 为了女孩的自由生活 埃里克斯妥协了 两人正要走 老兵再次迎面走了进来 两人愣在原地 静静等待她的行动 老人这次是来处理 模拟的尸体 为了不耽误是 洛奇往后退了两步 地板随之发出声响 空气瞬间凝固下来 两个年轻人 站在原地屏住呼吸 模拟手机突然发出震动 两下看了一瞧 意识到是手机的响声 以为自己刚才听错了 继续搬动尸体 他刚离开房间 两人赶紧躲进地下室逃跑 不料老兵路过门口时 闻到房间里有股依味 寻着味道 找到了他们的鞋子 这才意识到 闯入屋内的不止一人 他冲回衣柜前 打开保险箱 里面果然空空如也 老人气得猛打墙壁 恨不得把小偷们千刀万剐 此时两个年轻人 在地下室逃窜 黑暗中突然冲出了一个女人 她的动作 触动身上的铃铛 女孩头上戴着面具 身体被绳子束缚住 只有一点点活动空间 不知被关在这里多久了 埃里克斯拉着洛奇离开 出去再报警救人 被困的女孩 吸引他们回头 洛奇接过来 发现是张寻人骑士 看来她就是 撞死老兵女孩的女孩 时间紧迫 埃里克斯劝她赶紧离开这里 女孩又指向 另一边的保险柜 头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见洛奇放心不下女孩 埃里克斯赶紧用 洛奇记住的密码 打开保险柜 拿出钥匙给女孩打开锁 三人搀扶着 逃向地窖口 老兵的声音越来越近 埃里克斯好不容易找到钥匙 打开地窖门 然而老头就等在门口 子弹从埃里克斯耳边擦过去 打中被囚禁的女孩 两人赶紧躲进暗处 老兵缓缓走向楼梯 踩到血液摸过去 发现死的是被困的女孩 抱着她的尸体失声痛哭 她的愤怒到达极点 锁上地窖门掰断了钥匙 埃里克斯告诉洛奇 他们可以用保险箱的钥匙打开门 只要跑上去就能逃走 两人同时冲出去 老兵没打中人 直接搬下电闸 房子瞬间陷入黑暗 身后不断出来枪声 两个年轻人意外走散 女孩悄悄挪动脚步 刚摸到同伴的身体 埃里克斯叫了一声她的名字 砰了一枪 老兵睡着声音 掐住脑袋的脖子 还好瞧你没子弹了 男孩挣脱她 拉着女孩跑上楼 他们刚关上门 老兵的猎犬就站在走廊尽头 冲着两人低肺 埃里克斯把钥匙交给洛奇 让她先去开门 老兵皱皱地敲到两个下室 小狗瞬间追上去 埃里克斯拉着洛奇就跑 一路躲进二地落室里 她让女孩用遥控器报警 可是洛奇不愿意放弃巨款 两人还没商量出结果 老兵已经追了一遍 女孩躲进通风管道 男孩被困在房间里 猎犬直接冲进来 埃里克斯被撞出超外 坠落在玻璃上 老兵听到落地声找过去 意识到男孩在头顶 跑到楼上给他一鸡 埃里克斯掉到楼下 命大的他赶紧爬起来跑出去 老兵颖面追上来 撕打在一起 适当力活的年轻人 哪是退役老兵的对手 男孩被撕撕按在墙上 几拳打下去 埃里克斯再也没有力气挣扎 两人争斗间 猎犬钻进管道冲向洛奇 女孩无路可逃 只好跳出去 咚地掉进另一边 他拼尽全力向前爬 正无路可走时 前面传来一阵风声 那里就是逃出去的路 洛奇用尽全身力气踢过去 刚要踢开铁网 老兵从后面把他拽了出去 男人几拳打到面门上 他很快没了动静 洛奇醒来时 已经代替肇事者的位置 被关进了地下室 老兵静静坐在一边 地上还放着那个女孩的尸体 他低沉的嗓音带着哭腔 女孩夺走了自己的女儿 最公平的解决方式 就是让他再生一个 其实他已经怀孕了 只是没想到以这种方式去世 老兵处理好女孩的尸体 从冰箱拿出一瓶白色液体 他把女孩吊起来说 自己从来不是个强奸犯 只是想办法让女孩怀孕 生下孩子再放他走 说着他吸取一管液体 就准备注射进洛奇体内 女孩在空中不停挣扎 老兵嘴里说着 九个月就还他自由 边进行着手中的动作 洛奇任命般停了下来 没想一滩血洒过来 埃里克斯几下把老兵打倒在地 打开女孩的手铐 把男人靠在地下室 他告诉洛奇 想要带走现金就不能报警 两人赶紧向门口跑去 不料埃里克斯刚打开门 只听哼的一声 男孩倒下去没了动静 老兵就站在门口 洛奇不顾一切地冲出去 猎犬跑出房子追上来 他一路跑进汽车 没想猎犬也跟着来到车内 挣扎了好久才把狗困在里面 然而此时 老兵已经追上来 拽着女孩的头发一拳打下去 把女孩拖回了房子里 洛奇被扔在埃里克斯身边 同伴早已没了呼吸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 那个遥控器还在包里 洛奇打开紧急模式 房子里回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老兵被响声震得分不清方向 好不容易摸摸摸空器 把他打倒进地下室 故事的最后 洛奇赶在警察到来之前 拿着巨额现金逃跑 带妹妹逃离了这座城市 老兵并没有死 新闻上老兵只说 两个小偷入室抢劫 被自己当场射杀 死者没有盗取任何物品 或许他不想暴露 自己囚禁肇事者的事情 也或许 他还准备再寻找下一位受害者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电影 时姐发出一声叹息啊 埃里克斯为贪财的女孩献出生命 可是又不忍心怪这个女孩 老兵失去心爱的女儿 想要肇事者给自己生一个 最后陪了夫人又折兵 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如此悲惨 就算洛奇逃了出去 身上背负两个朋友的生命 想必余生也不会好过 以上仅代表 是解个人想法 大家有什么想法 别忘了留言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Muah Muah Muah